2020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华夏大地 除了没有炮火,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与战场一样,犹如漠视 平时,车水马龙的各大城市,街道变得空空荡荡,路上空无一人 原本应该全家团聚的春节,却因为病毒的肆虐而无法回家与亲人相见 无数的人被疫情隔在了生死两端 对未知恐惧的害怕,对死亡即将到来的焦虑 一切仿佛回到了17年前,那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夏天 同样被隔离的世界,同样严峻的形式 当危机重来,一股潜在的力量正在涌现 每个平凡的个体已不再平凡 他们自己的牺牲和贡献为华夏大地筑起了防火墙,驱散了阴霾 时间回溯到2019年12月27日晚七点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如同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 秋冬交接之际是传染病高发的季节 不久,张定宇的电话铃声响起 武汉同济医院的专家告诉他 一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疑似感染了一种新型传染病 第三方基因检测公司已在病例样本中检测出冠状病毒RNA 作为武汉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张定宇不再犹豫,与对方达成一致,快速转移患者 几个小时后,初步基因比对结果显示 这是一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风暴 让临近春节的武汉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 两天后的12月29日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又出现7名患者 几天后,数量惊人的不明原因发热病人开始涌进诊室 流关病人总数远远超出了急诊病房的最高容量 密集的人流让整个室内空间的温度上升了至少3至4度 原来的体检中心被彻底征用 病人的收容区也从一个病区扩展到了三栋楼 护士与医生每天凌晨1点休息 4点醒来对病人消毒、插管 同样的场面在武汉各家医院上演 作为国家中部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医院队列 武汉市每百万人拥有三级医院5.51个 三甲医院2.44个 每千人拥有约3.4名注册医生 7名注册护士和7张床位 但在新冠病毒疫情面前 这样优越的医疗资源仍然在短时间内被击穿 1月20日 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南山院士 在武汉实地考察后拉响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一号通告 自23日上午10时起 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机场火车站离寒通道暂时关闭 900多万人留在了这座被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之中 医院床位不够 检测条件不足 医疗物质匮乏 未来形势不明 封城令下的武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从ICU的病房拼尽一切爬起来 只为想再看儿子最后一眼的母亲 无法住进医院只能在家中隔离的孕妇 握紧了丈夫的手掌 让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了三个人的亲戚 身患绝症 还要穿着连体防护服进入病房的张静宇 甚至没能亲自照顾 感染了病毒的妻子 一个月没有回家 茫然地从医生手中接过双亲死亡证明的女护士 面对新的病毒 没有疫苗 也没有特效药 医生和护士日夜不休地拼命努力抢救 他们被汗水浸湿了衣衫 被面罩勒出雷雷血痕的脸庞 因为劳累过度无法伸展的手指 长期处于高度紧张 无法舒缓的神经 每一件小事都会成为压倒他们内心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 即便如此 病人依然在不断死去 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懈怠 忍着心灵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继续努力工作 漫长时间过后 终于迎来了喘机 这场艰难的战役在千千万万的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从3月11日武汉新尊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 到18日首次实现零报告 再到4月8日武汉解封 这个曾因疫情重灾去而举世瞩目的城市 又终于打开城门 中国战役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从湖北到其他省市 从城市到乡村 到处都是无数志愿者活跃的声音 无数华侨以及留学生将全球医疗防护用品 一扫而空 捐赠回国 正是疫情面前那些累到失眠的社区干部 一夜逆行800公里的护士 不业余的小区消杀队员 下沉到一线的志愿者 武汉的普通民众 他以凡人之躯行超人之事 让疫情在全球蔓延之时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 在新冠爆发最为艰难的三个月内 张定宇带领了武汉金银台医院的医生护士 战斗在了第一线 这是战斗最先打响的地方 也是离炮火最近的地方 三个月的时间 张定宇拯救了患者2800余名 其中不发许多重症与微重症患者 2020年8月11日 张定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2021年2月17日 张定宇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他身患绝症 不须蹒跚 与所有医护工作者奋战在一线 武汉市中心医院 先后有6名医护人员感染后去世 其中包括李文亮 朱和平 江学庆等医生 53名基层公务员 先后因过劳突发心梗殉职 在那个至暗的时刻 他们像星光一样 闪耀在人们心中 驱散了阴霾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